为培育更具创造与行动力的台湾青年 华元教育基金会创立以来 大力推动青年下乡实践服务精神 104年暑期赞助大专营队下乡的成果发表 10月24日提供执行关怀偏乡 百年数人的优秀团队 在基金会会馆进行经验交流 华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林运会表示 基金会提供平台为台湾的大学生 在服务偏乡的过程中能够实践理想 并且把舞台交给团队 彼此相互激荡执行后的心得 在每年的寒假暑假 都能够自发性的去成立这样的一个 服务性的营队 然后没有不求回报的 就是到偏乡地区去跟这些小朋友 做这样的营队的活动 然后付出他们的青春跟他们的热情 上台发表的优秀团队 是一百多个服务队伍中 相当优质的代表 他们有人前往里岛 有人下乡到部落 也有人去了重建的灾区 在短暂的开营期间 对当地发挥了无限的影响力 我们主要维修的电器可能有 电风扇 吹风机 甚至电锅 那也有比较大型的电器 像CPT右上角的电视 还有冰箱洗衣机等等 那这些比较大型的电器 居民比较不方便搬运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会拨一些人手 提供道府维修的服务 也就是到居民的家中 帮他们直接维修电器 请柬 怎么存钱 怎么用钱 想要跟需要的差别 这是我们应对相当重视的一个观念 以及敬爱 怎么去把多余的权进回馈社会 或者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以及连政 怎么正确的使用钱 不要有一些非法的想法 就是结合这四大观念 以及金融品德去作为我们正式营队的核心 除了提供营队平台 前往偏乡落实服务精神 华原教育基金会七年来 不忘在企业端争取珍贵的资源 因此 接下来将积极地引进创业教育计划 触动服务学生成为种子部队 带着企业家精神下乡 鼓励起跑点落后的孩子 正向迎接人生 那把大学生跟这些企业家做一个串联起来 那把这样的资源带到我们台湾的偏乡的小学区 那这些小学生如果说能够从小就开始 慢慢接触这些有关于我们所谓的创业家的精神 或者是说一些商业的知识 然后让他们在小的时候就能够具备 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而且能够在小时候就给他们剥下这样的一个种子 华元支持并培育台湾再学青年的用心 策动企业界 看见人格与品德养成后的优秀人才 我发现参加服务队的这些孩子来说 他们本身主动积极 而且乐于助人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 我相信进到企业界 无论他是从哪一个角度 或是哪一个职位切入 而他的整个适应的状况 或是说整个表现的一个积极度来讲 都会是企业界非常非常希望重用跟栽培的一个对象 为了奖励优秀的学生营队 华元教育基金会邀请蓝海国际企业副总经理曲雅琪 前来为104年度学生鼓励 并代表基金会颁发赞助金和奖状 基金会也颁赞独特的马赛克艺术拼贴奖牌 鼓励大学生持之以恒 如同优秀团队所发表的 参与服务营队是一场享受牺牲 牺牲享受的历程 而不做不会怎样 做了就会不一样 华人FOMOSA 100 让企业与青年以正向良善的力量 将创造如同企业家精神的DNA 改变贫困的偏乡 我们的合格要不要有动作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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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